你就是想象八百次都想不到 开水锅中加入一碗玉米面 出锅就变成一道民间失传已久的特色美食 喧软又香甜 做法比说话都简单 110克的开水中 加入120克的玉米面 等到不烫手的时候 悄悄地加入两个母鸡蛋 加5克的酵母粉 想办法给它搅拌均匀 不知不觉我发了618个作品 竟然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是太不给面子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猩猩吧 谢谢您了 加入230克的普通面粉 加15克的食用油 搅成这样有点像面疙瘩的面絮 揉成光滑的面团 擀成圆饼 上面可以再摆上红枣 看上去更加喜庆 放到蒸锅里 醒发30分钟 水开以后计时 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出锅 玉米面这样做 粗粮细做 营养全面 还不拉嗓子 外面你是百分百的买不到 是不是看得有点馋了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